主播各位观众朋友透过画面可以看到 两层楼的铁皮建筑厂房火势相当猛烈 消防人员到场试着从各个角度来灌旧 不过厂房仍是烈焰冲天 火蛇不断串出 整个厂房仿佛大熔炉一样 这起火警发生在苗栗院里一家食品工厂 这家公司已出产山水米著名 是台湾三大米商之一 凌晨12点多 警销接货报案派员到场灌旧 两个多小时才扑灭火势 幸好没有人员伤亡 来听一下业者怎么说 我们是在龙谷区的部分有一台机器 它有烧起来 但是那个期货的原因 我们现在还在邀请消防单位来帮我们见识 那另外损失的部分 然后会不会影响到出货或怎么样 是 那我们损失的部分就是一台这个龙谷机器 然后那个出货的部分 因为我们目前的非常多的生产线 那其中受损的是一条 那不影响正常的出货的状况 这场大火烧毁一台龙谷机 影响一条生产线 信号公司还有其他龙谷机来应变 火势也没波及到储存的白米 因此并不会影响市场正常供货 以上就是我们掌握到的最新资讯 超级好